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事正式的人力只是因为派遣的制度 让他们迟迟没有办法得到合理的工作条件 因此呢 我们认为说 公事应该要立即收回这个解雇的这个决议 公公电视的工会 不让这些派遣员工参加 即使如此 你们都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 不要忘记了 主公会就是为了劳工 如果只是要去跟这些董事站在一起 那主政工会干什么 我们非常沉痛地呼吁 公共电视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商业电视台 就是他有示范的作用 他可以不用考量商业利益 可是如果今天是这样子对待他的劳工 其他各家的商业电视台媒体 是不是可以比照办理 第一次公事这个比较遗憾的是 他完全没有给这些员工身负的机会 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是 我们今天首先要提出来的 应该至少给这些员工身负的机会 在那边的过程里面 这六个人备用各种的理由 或者说因为公事董事会受到某些压力 而必须找一些人来处置的时候 那当这些员工表示他不同意 而提出要在意或提出借的纯正心态 公事当局他正是指总经理发了一个函 他就说这些人不是我的员工 推得干干净净的 那我觉得这正是派遣工的问题 不只是这六个派遣工 而是全台湾所有派遣工共同的处境 我想今天董事会在召开 这时候的召开 我想回顾到他们去年所讲出的这句话 全树那边 今天我们直接看到他们露出马脚 直接在台面上讲一套漂亮的话 可是私底下却是另外一套手段 来对付这些公事的派遣人员 尤其对这六位的这些派遣工事的朋友 做出这样的一个非常不可思议 非常离谱的一个决议 甚至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我想非常违反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劳动的人权 所以我们公民团里在这边站出来呼吁 那我们在这边也希望呼吁要求我们的公事董事会 应该要及时的来回应社会各界的腰补和期待 尤其我想这么离谱的一个没有办法给予任何深复机会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在逐渐的在让公事的董事会自己的诚信一旦的受到打折 公民团是根本没有办法逃避他的雇主责任 因为他在整个派遣的雇佣的这个整过程里面 我们都看到公事假派遣真雇佣的痕迹 从他们一开始的面试征选 从他们派遣工可以累计年资 享有特休假甚至喊得到资遣费 这个资遣费可不是只有这一年契约里面的0.5个月 是长达在公事里面好几年被雇佣的年资 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利用那边的这个过程里面 出现了史无前例的考试制度 每一个组的考试状况都不一样 我们想问公共点是 如果今天你不是雇主 你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介入得这么深吗 所以这是我们认为 这就是派遣制度最大的问题 所有使用这些派遣劳工的雇主 他都享有权利来对付这些派遣劳工 可是实际上真的要负责任的时候 这些公司有哪一家公司敢负责任 就连公共电视一直以自己有公共的形象 是全民的电视 可是实际上他也来逃避雇主责任 这是我们觉得最荒谬的地方 公事歧视派遣工 公事还我工作权 公事还我工作权 那边为谋起立 那边为谋起立 先受其害 先受其害 公事不要专法律漏洞 公事不要专法律漏洞 好派遣工加油 派遣工加油 派遣工加油 监管 skill 派遣工 湯洞 所有该是你 � XV 不